我这个单元还要继续讨论一下这个欧勒科学方程式的第二个解法 我们刚刚讨论到欧勒科学方程式的第一个解法 这个第二个解法是说 我不是用猜答案的 而是做一些变数变换 这个第二个方法是这样想 说我令我的这个原来的符号叫做G 我希望我的G跟X 原来的符号是X 我希望我的X做一个变数变换 我那个变数变换的关系就是把X当作exponential人际次方 这个X当作exponential人际次方的话 相当于说 Z就改写成naturedome的X 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 我是说我做这个变数变换 我就可以改写我原来的OLコシュ维登方程式 因为OLコシュ维登方程式 他那个写法是Y对X两次维登 但是前面有乘上X平方的 然后第二项的话是A乘上X 再乘上Y对X的维登 第三个项是B乘上Y 这三部分相加为0 是我的OLコシュ维登方程式写法 我要利用上面这个关系是去改写里面的X 把X变成Z的符号 这样的话会有一些好处 看一下会变成什么 因为我们的OLコシュ维登方程式 是这个形状 这个长成这个形状 所以我们要去改写 像比如说我想改写Y对X的维分 还有Y对X的两次维分也要改写 Y对X的维分怎么改写它呢 首先把它想成说 我就Y先对Z维分 然后Z再拿来对X维分 也弹数维分 透过Z来维分 好那Z是logX啊 NaturelogX 所以这个Z对X的维分 我可以想成是NaturelogX的维分 Z就是NaturelogX的关系 好那Naturelog的维分是X分之一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Y对X的维分 可以对应到X分之一乘上Y对Z的维分 好这是一次维分的像字的改写方式 好那这有两次维分的像字啊 好两次维分的像字我们要改写一下 好怎么改写两次维分的像字呢 两次维分的概念是说 Y对X已经维分一变了 我还要再维第二变 好这叫做Y对X的两次维分 好啊一样的 我把首先我把那个Y对X的维分带进来 刚刚已经算过了 Y对X的维分把它带进来 好Y对X的维分是X分之一乘上Y对Z的维分 好这我首先把那个Y对X的维分 就刚刚那个维分之后的答案 好放到这边来 下个步骤呢 用两个函数相成的维分法则 好去处理这个维分了 好一个为前面的 还有一个为后面 把它相加 对不对 好X分之一去维分它 好然后后面这个不动它 加上前面这个不动它 好就X分之一不动它 然后去为后面的相式 好就是Y对Z的维分这一项 现在来维分 好那这个X的导数做维分的话 这一项是负的X平方分之一 好那这一项呢 这个Y对Z的维分 还要再对X维分 这一项呢 好这一项我们想一下 好这一项就是 我要透过G来维分的 好Y对Z的维分 现在先对Z维分一下 好然后再把Z拿来对X维分 好就这样的想法 好都过G来维分了 那Z对X的维分 我们刚刚谈论过 好Z对X的维分在这 就是X分之一 后面这一项是X分之一 好然后Y对Z维分一遍 还在为第二遍吧 所以这一项的话就是Y对Z的两次维分 就是Y对Z两次维分的写法 好从刚刚的讨论呢 我就可以知道说 我现在所看到的Y对Z的两次 先写Y对X维分 我现在所看到的Y对X的两次维分 等于谁呢 等于 好这第一项 刚刚有讨论过的 -X平方分之一 乘上Y对Z的一次维分 好然后第二项的话是 这里有一个X分之一 这里有一个X分之一 所以它也是一个X平方分之一的情况 好X平方分之一吧 好这里有X分之一 X分之一 好再乘上这一项 好这一项的话是Y对Z的两次维分 好我推导出两个重量的关系是 是为了取代Oil-Kosh微分方程式里面的前两项 这个Oil-Kosh微分方程式里面有这个 对X的两次维分对X的一次维分的项 好现在已经找到它如何转换成Z的关系了 所以我们的Oil-Kosh微分方程式可改写为 好改写成 好改写一下 好第一项是有一个X平方乘上Y的两次维分在上面这里 所以是负的X平方分之一乘上Y对Z的维分一次维分 还有再加上X平方分之一乘上Y对Z的两次维分 好第二项的话是A乘上X再乘上一次维分的Y 在这里 好这个的话是X分之一乘上Y对Z的一次维分 好第三项的话是B乘上Y Y等于0 好这里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我现在的X平方抵消掉了 然后我的一次方的X也抵消掉了 X都不见了 好那就变成 好我先写平方向的 平方向的系数是1 就是Y对Z的两次维分 平方向 两次维分 先写这两次维分的像是 系数是1 好再写一次方的系数 一次方向的系数 一次方向的系数 这里有一个A 这里有一个-1 所以是A-1 乘上Y对Z的一次维分 好最后一项是没有维分的Y 这个方程式啊 就是之前的系数为常数的维分方程式 系数为常数的维分方程式 就是它的标准解法我们学过了的哈 这是系数为常数 叫长系数为分方程式 这个长系数为分方程式的解法我们学过了哈 我就要把以前学过的长系数为分方程式解法 拿来用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哈 那时候说 另用Y 现在Y是Z的函数 以前的Y是X的函数 另用我的Y 是exponential的nambdaZ次方 一样丢回原式哈 当然我这解完之后要换回来 换回来的方法是跟这个有关系啊 跟这个观念有关系 就把这个Y当作exponentialnambdaZ次方之后 带到上面的方程式哈 然后 该是什么又是什么 就之前有介绍的观念 拿来用就对了哈 就可以顺利 当然也可以分成相应识根 相应复述根 重根啊 不过就是 一样的概念 在重复语辩而已哈 好 请参考